大家好,今天再聊聊关于苹果手机这个事情 因为昨天说到这个话题了 所以有很多持有苹果手机的朋友们 昨天就讨论热烈 到底还要不要买苹果手机 当然这个事情呢 你看你个人喜欢了 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只是这个事情彻底改变了很多人的世界观 什么世界观 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伦理道德吗 还有底线吗 当道德没有底线的情况下 什么干不出来啊 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 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那像我们这些老百姓 就是一些草民 那你怎么保护你自己 怎么自己能够安全的活着 就这个话题对吧 因为原因还是在黎巴嫩那个地方 黎巴嫩的BB机 台湾生产的BB机 日本生产的对讲机都发生了爆炸了 怎么爆炸的 是因为有人在这个机器里边放置了炸药 而这些都是无线通讯设备 而引爆它就是一个指令 就是一个远程的一个指令 作为以色列来说 他非常成功 没有伤一个人 没有死一个人 没有放一枪 没有放一弹 只在电脑上 叮叮叮叮叮 发几个指令 那边死伤上千 四五千 整个国家打乱 整个按照他们说 把你这个真主党的骨干 全部给干掉了 所以他们欢天喜地 就是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引发出来的 所有的旁观者 一看全傻了 整个今天早上我看 整个中东阿拉伯地区 绝对不再要美国生产的电子产品了 转向谁 很明显转向中国 就是华为手机 莫名其妙就订单 呼就上来了 这个我前两天就说过了 这个是一定的 因为你冲破了 所有人的道德底线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用再说话了 这个行动已经向全世界 说了一句话 就是我是不讲究道德的 紧接着苹果 包括特斯拉呀 包括波音飞机 你看看 他既然能引爆一个BB机 既然能引爆一个对讲机 这个都里边原件是很落后的 都能给你引爆 都在没有智能的情况下 都能给你引炸 爆炸呀 难道他不能引爆一个手机吗 难道不能引爆一个汽车吗 难道不能把你飞机给你引炸了吗 绝对是可以的 这个技术其实并不复杂 之前我说了 就是远程引爆一个东西 是一点不复杂 关键是过去人们都认为 在讲究道德的前提下 你们只用一军事 不可能把这个东西用到民间来 用到百姓这边来 人们是这么有个道德底线 就是你在战争时候 你在军队那个层面里边 你弄什么东西 老百姓无感 因为你没有妨碍到我 而今天黎巴嫩这个事情 为什么说道德底线被冲破了 你直接把它放到民用产品里边了 那这些拿着BB机囊 队长机这些人太无辜了 而且实际上在黎巴嫩 他们也发现其他东西也在引爆 也在炸 虽然不是规模性的 但是很快有很多信息就全出来了 那其中苹果 特斯拉 包括波音飞机 有一个他们共同的一个声明 就让大家吓死了 什么声明呢 他们说我们的产品是安全的 我们不会对一个普通的用户 使用我们的引爆这个技术 哇 这话说的也太露骨了 就是他完全可以引爆你的手机 他只是说你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不会引爆你 我不会炸死你 所以你继续使用 那黎巴嫩那个 他一引爆是一个指令 出来以后是上千的BB机被引爆了 实际上苹果 特斯拉 他就告诉全世界 我们是有随时可以引爆一台手机和一台汽车 甚至一架飞机的能力的 这个东西 过去人们就是模模糊糊 一个事情 模模糊糊不想知道 另外一个就是 既然你有的东西 你不会用在我们身上 你是用在敌人身上 今天一看完了 不是敌人不敌人 现在谁是敌人呢 可能所有的百姓都被成敌人了 当两个国家不友好的时候 当两个国家战争的时候 一杀就是一片 他的理论是这样 我杀你一片 我伤你一片 我让这一片人都进到你的医院里边 让你的医院没有办法去接纳 去承接这么多的伤员 给你整个社会造成打乱 他是这个理论 所以他杀的是谁呀 他杀的不是那个领袖 他杀的是所有的百姓 把百姓给弄进医院里边 给你造成了医疗的负担 整个社会的负担 社会的混乱 一达到你不会跟我打仗了吧 吓唬你 威慑 他们叫震慑力 这个不都是拿老百姓开刀吗 当然今天我看好多中国大陆的一些年轻人 特别有意思 他们就把那个苹果石楼拿来拆 拆什么东西呀 拆那块电池 确实这个电池非常的可疑 就是这一次苹果石楼用的电池是钢的 以前都不是 为什么用钢的 大家就有很多分析 有一方面说 如果是要爆炸的话 我们那个手雷呀 就是外边就是铁壳的 为什么铁壳的 当一个手雷手榴弹爆炸的时候 杀敌人的不是那个火药 杀敌人的是弹出去那个钢片铁片 是那个金属的东西 那个金属东西在高压气体的作用下 弹射出去把你杀死 那一个手机过去如果都是塑料的 那塑料的弹出来可能只能伤害你 但是不能杀死你 如果这个爆炸弹出来是一个钢片 那就是一把刀 一把刀直接的 你手机不就搁在这儿吗 一把刀咔就插到你的脑袋里边了 你不就瞬间就死亡吗 所以苹果手机到了16 没什么改变 所以能杀死人的是那个刀 而不是那个塑料片 因此就有人说了 那苹果手机 为什么这次在16这个版本上 几乎什么都没改变 就是摄像镜头呢 稍微的多了一个头 然后多了一个按钮 什么都没变 但是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就是他把电池外边包了一层钢皮 钢的 这个东西一旦爆炸以后 就等于是一把刀直接切到你的脑袋上去了 这个必死无疑 所以年轻人们他们就在这个中国呀 买了一个16 当时就把它打开 他们要把那个电池都打开 在打开电池的过程当中呢 我看了真是挺悬的 因为他都还打火 还吱吱吱吱吱都爆炮了 温度就上升了 他们年轻人的意思是说 能不能在电池里边找到那个TNT炸药 他们是这个目的 其实我看了一些专业的一些报道啊 一些专家的一些论述啊 现在这个手机里边不用装炸药了 现在这个手机里边就这个电池就是炸药 这很简单 它成分不一样了 跟之前那个BB机那里边的电池不一样 最早期的BB机呢 我们都是用那个叫5号电池 那个东西不会产生问题的 后来用了一些充电的电池 但是那些电池都和现在的手机 这个电池是不一样的 那也有一个报道就是说 其实所有的手机都有后门 所谓后门就是 它有人能够控制你的手机 这个太正常不过了 只是过去我们认为 你能控制手机 但是你不会做缺德事 所以我就买你的手机了 对吗 就这个意思吧 有一段时间 比方说这个在北美这边 说要禁止华为手机 就是不允许用华为手机 说华为手机有后门 那后门呢就会窃取你的什么机密 当时有个评论呢 就是我们苹果手机也有后门 这个他承认的 不是不承认 三星手机也有后门 但是我们是文明社会 我们是民主国家 我们是有个人的隐私的保护法的 我们绝不会窃取你们的私人的信息 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 普通老百姓啊 你就被这个主动媒体这么忽悠的 所以呢 他是以这样的一个理由 就是你们买华为的手机 可能你们的私人信息被盗取 但是你要买苹果手机 你买我们西方国家的手机 我们是尊重个人的权利的 我们是不盗取你的私人信息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在整个北美就把华为手机给禁了 现在在北美你买不到华为 你只能买到什么苹果呀 三星啊 什么拉你八道的谷歌啊 这拉你八道的一些牌子都有 就是没有华为 到今天 人们才发现 哦 原来你这个后门 你是盗取我们的信息 但是你可以直接引爆我的手机 可以让我的手机爆炸 而华为人家可没有这种动作 他的信誉是没有问题的 你在黎巴嫩那个地方 把事情给做了 我们已经不再听你说什么了 你把这个事情给做了 这个事情一做 来自欧洲的 甚至来自有些美国的一些专家都说 其实这个苹果手机 不用往里边装炸药 就有一个后台的一个指令 移植一个什么软件的 你就进去了 装到你的手机里边 就在你的手机里边 就让你这个电池升温爆炸 这个就做得到了 已经不需要炸药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说这个手机是有后门 而后边有一个人随时能引爆你这台手机 那这个东西就完蛋了 在没有道德底线做支撑的情况下 那你就彻底完蛋了 我们过去懂 知道有后门 但基于你的道德很高 你不会弄我们老百姓这些私人的这点东西的 现在看来完蛋了 就是他们的做法 就是自己把自己那东西全暴露了 他们告诉全世界 我能够引爆你的手机 我能炸死你每一个人 你给我老实点 要是这样的话 那大家谁还敢买这个手机呀 那只能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华为 或者小米 类似这样的中国生产的手机 大家认为 你这个地方已经没有道德底线了 在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环境里边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且还没有任何的支援 这个大家所以就讨论 到底买苹果手机还是不买苹果手机 这个自己决定 我们没有任何的评价 只是这两天吵得比较凶 周围的朋友们确实有用苹果的 当时呢 为什么买苹果呢 就是说 华为盗取我的私人信息 而苹果不盗取 所以他就把华为的手机给扔了 就买了个苹果 今天又来找我了 呦 这玩意儿这个是要我脑袋命的 这东西 所以现在又准备扔掉这个苹果 重新去买华为 这个老百姓就是被他们这个 舆论给忽悠的 有些东西其实都是误导 到今天 信息那么多 我觉得 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评判 都是自己的决定 但是 事情那边已经发生了 大面积的人死伤了 原因就是处在这个地方 所以 我们可能是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一个社会里 那要这样的话 每个人 你怎么去做 怎么去行 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 就是需要一个判断了 当然我今天看了 苹果十六发售 在西方国家 非常的冷淡 在中国那个地方还是排闸队呢 是 中国那个地方 他很多人呢 他就不看新闻 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 现在买苹果的 第一 官方肯定不能买了 大官肯定是不买苹果的 因为不让你用 大的商人也是不买苹果的 特别穷的又买不起 就是 那种 不是很富有 但是还有一点小钱 但是还想让别人知道 我很有钱 我很有面子 的人去买苹果 你去看就好了 买苹果 一直说 苹果给我脸上增光啊 你看你买的华为 不知想我苹果多么 羊 有羊味的 就这些人 你问的 国际形势 不懂 说黎巴嫩 没听说过 这些人去买苹果 还是有人在排队 但是 看那个解说 就是人已经少很多了 在欧洲 这次把欧洲全吓坏了 欧洲现在就直接对苹果说 你要把你那个系统 要向我们公开 你到底怎么回事情 因为欧洲自己没有品牌 没有手机 欧洲人 又让美国人说的 不需买华为 所以你只能选择苹果 现在欧洲人看到黎巴嫩的事情 欧洲人也吓坏了 这个事情 在欧洲呢 苹果十六一出来以后呢 不行 和国际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苹果手机 从这一次发布 就永远下去了 我认为上不来了 因为华为同时又出了一个三折的 就折三下的 一打开这么大呢 这个东西 它确实是走得真快 本来有个双折嘛 就折两下的 现在折三下 折三下打出来 宽平的 黎巴嫩人 他们虽然死伤了那么多人 但是呢 他们用他们的躯体 用他们的鲜血 告诉全世界 那个地方的电子元件 我们不能再用了 唤醒了一批人 唤醒了一代人差不多 所以说到今天这个手机这个事情啊 就是确定苹果从此砸下去了 再也起不来了 因为你再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了 人们不听了 过去你穿个西服 戴个领带 哎呦 包毛安然的 说我们是文明社会 我们的设备如何如何的高档 有些中国人拿着苹果手机 就跟着有多大的脸面似的 今天 你在那杀了人了 完了 你还跟我说 我这东西不能杀人 人家已经不相信了 因为你这个东西 明明就是杀了人了 你这种手段已经暴露了 你明明是一个杀人犯 你却跟我们说 我不会杀人 人还信吗 人家看见你杀人了 你再说 没有用了 所以 维巴嫩这个BB机也好 对讲机也好 或者其他什么也好 你是成功了 达到目的了 但是 整个把美国 包括西方的电子行业 彻底的信誉给打没了 你的信誉已经降为零了 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你了 当人们不再相信你的时候 你说什么都没用 你做的一切解释都没用 而且现在里边的功能 人们都知道了 你就是有这个功能 你自己也承认了 你也说我们苹果是可以引爆的 只是我们不会轻易的去引爆 炸死你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 我们后话他没说出来 后话就是我们可以有定点的去引爆 要炸死我们想要炸的人 不就这话吗 可是你在黎巴嫩你炸的是平民呢 你真正那珍珠岛的一号人物 他还在他还在说话呢 他并没有死 所以社会道德的诚信 这一下子彻底打没了 这个作为他们文明世界损失其实挺大的 无形中给中国的其他的产品 你比方说通讯设备啊 对讲机 中国的对讲机也不错 只是过去他不让你卖 他封锁你 不光手机了 就是所有的通讯产品像基站 都会在未来一路走上坡 为什么 就是人们已经不再相信那边 而相信中国的产品了 这个没有办法 是你自己 是西方社会自己造成的 过去呢 他们有的手段呢 还可以蒙着 大家知道 但是呢 半信半疑 今天你做了 你把那么多人给杀了 给伤了 给炸了 而且就是这么一个智力 而且你在炫耀你的成就 炫耀你的成功 作为旁观者 他们可不是这么看 他们可不是赞赏 你如何如何的成功的引爆了那么多的BBG 他们会发现 原来你过去说的和你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原来你戴了个西服领带 其实你是个恶魔 那从今后 他既然看清楚了你啊 看清楚你的本来面目了 你都不装了 你把那个脸都撕了 伪装都撕掉了 你把那羊皮都扔了 你就已经告诉别人 我就是狼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面对一群狼 人们会做什么选择呢 我走 我掉头走 我不用你的产品了 可以吧 那边有选择 我可以用华为的 我可以用小米的 走总可以吧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事情呢 还会燃烧一段时间 燃烧到今天呢 我觉得是 华为出了一个三折 苹果出了一个16 这两个在国际间的 这个反应是完全不一样 苹果的16已经这样了 华为的三折一下上去了 紧接着后期就看 好多那个巨额的订单 就涌向了华为 华为手机现在就是供不应求 在北美这边呢 当然你买不到华为了 它不让你卖了 但是苹果恐怕今后就慢慢慢慢的下去吧 如果还有个第三选择的话 可能有人会选择三星 至少三星 有点像台湾似的 是不情愿的在往里塞东西 或者不情愿怎么怎么样 这个都以后再说 至少现在 人们瞄准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再也不要买苹果了 这公司逐渐的会走到关门那天 就这一件事情就足矣了 因为你拿这东西要杀人 这还不够吗 还不够让别人掉头走吗 惹不起牛躲得起可以吧 我不用你总可以吧 所以这个西方的电子元件呢 损失大了 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你没有诚信了 你的诚信已经降为零了 那你说什么我们都不信了 你卖什么我们都不要了 再好我们也不要 你说再好我们也不要 也许真的好 我们也不要 为什么 你已经没有诚信了 所以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在没有诚信的情况下 是不是很可悲啊 好 今天先说这 谢谢大家关注我们 下期节目再见